你跟吳亦農是在同一个场合 一个内一个外是不是有较劲的意味 没有较劲的意味 其实是前几天 我来特别拜访我们 那个苏果工会 那我们苏果工会的我们的 理事长还有李建议他们非常热情 他们说要陪我 一起来走我们的内市场 那所以我们就安排在 今天那我是到 昨天才知道吳亦農 他也今天来冰江市场 那我觉得在最后冲刺 大家都会尽量的来争取 民众的支持 倒是没有较劲的意味 因为这之前是 两三天前就已经安排好的 昨天吳亦農带了他的妻子去赏 最后一周有没有规划 带着家人打青蹄 我昨天有看到吳亦農的 这个太太 蛮漂亮的 那至于我这边这部分 其实好多人也看到我先生 已经好几次都来陪我 那至于会不会有其他家人陪我 我想再来看看吧 我目前还没有做具体的规划 吳亦農他就是带着老婆 然后老婆这样子可以吸收蛮多的国妈票 嗯嗯 那很好啊 对 那就是议员自己想要再请问一下 因为昨天这个 检方对林幸儿提起当时有无效支付 那林幸儿他这边他自己有喊 原因怎么看就是检方下这个动作 那另外党内像是黄紫泽 他对于林幸儿的这个部分也还是很不满 甚至有其他同选区的国民党议员也附和黄紫泽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他已经进入司法调查 那我想大家就是应该尊重整个的司法程序 对 怎么看就是说党内现在对林幸儿 就是黄紫泽跟其他同选区的国民党议员 对黄紫泽这个林幸儿也有意见 那我想就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调查 那么就应该尊重整个的司法程序 我觉得这样是尊重各方的意见 对 那你昨天提到了抗中保农 然后吴亦农说你把它贴标签 那你怎么看 这样好就说其实 我想这一阵子以来 包含民进党还有吴亦农团队 在提到很多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确实都在丢红帽子 那么我们过去在好多次选举里面 大家也看到民进党一再操纵 所谓的抗中保台 那如果今天吴亦农 他还是循着民进党的这些老路 老部署 那么动不动就是用丢红帽子的方式 那这当然就是抗中保农的一个操作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吴亦农今天生日 有没有想跟他说 生日快乐啊 而且今天是跨年 我想除了吴亦农先生 他生日快乐之外 我也祝福大家所有的人 大家新年快乐 那剪掉大动作搜索高端跟基亚 然后吴亦农说 如果是当国家违难的时候赚这种钱 那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那您怎么看这样的事 高端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民进党从当时的蔡英文 陈时中 那么为了来护航高端 甚至去挡国外的疫苗 这过去我们大家讨论非常非常多 那么而且高端它涉及内线交易 这过去是很多人都指控 甚至金管会都移送了九次 那么可是我要问的就是 当时从蔡英文到陈时中 整个蔡英文的政府 这样的护航高端 那这些幕后的推手 他们现在同样的来推荐 吴亦农先生不是吗 同一批人包含陈时中包含蔡英文 所以我觉得高端的问题 当然应该解决 而且早就应该解决 所以我不晓吴亦农先生 是不是现在发现高端的问题 而当时大家都在讲说 不应该这样护航高端 或者高端涉及内线交易的时候 那么吴亦农先生 他有没有做任何的意见的反应 所以我要特别的提出来就是 当初护航高端的幕后推手 同一批人现在同样的来推荐吴亦农 那之前花建群就是离开被寻采 不会觉得民进党的官员 配处也太傲慢 极度傲慢 其实大家之前就说 因为民进党的政府执政无能 之后面对在野党的质疑 或者是质询 那么非常的傲慢 而且是完全不尊重整个议会的程序 甚至用反质询的方式 那过去包含苏贞昌 大家都看到了 那这次花进群 他们被质询的是台湾的护证资料 2300多万的资料 护证资料外信 这当然非常严重啊 那么在野党的立委在质询不对吗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花进群的嘴脸 然后不然呢 就是假装听不见 假装不懂 然后甚至反质询 甚至呢 还就离开背询台 那这代表民进党政府 经过11月26号的大败之后 显然他们所谓的检讨 只留在纸上谈拼 事实上没有真正的在检讨跟反省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啊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呢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